其實228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幾年生活也慢慢有改變 剛剛大佬講的 他凸顯這個荒謬 那既然是一個全民都應該 同感哀痛的日子 為什麼大家都在出遊 所以其實同感哀痛的人不多 很多年輕人也不知道 《悲情城市》它再度上映1989年電影 那時候我高一高二 我一個人自己去看那個電影 然後從各種的史料 慢慢慢慢去接觸 我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我的感覺是這樣 要化解仇恨 當然你必須要面對現實 可是化解仇恨不是用嘴巴講的 你要真的化解啊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 馬英九以前有一次 去228公園的時候 當時我在主跑台北市市政府的信 我就主跑馬英九 就在我的面前 被一個男生吐口水 可是後來發現那個男生 我當時覺得他怪怪的 他根本也搞不清楚 他吐了兩次馬英九口水 突然馬英九在臉上 那馬英九沒跟他計較 那台下的228的遺囑 看到馬英九是非常的憤怒 就大聲罵他 可是馬英九是一九五零年出生 228是1947年 大家看成員都不會出事 你跟他批判都不會出事 對不對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蔣萬安 這個我又 我又更不能理解 過這麼多年 蔣萬安年紀比我還小 蔣萬安是一九七八年出生 1947年的228事件 現在說今天剛下午在228紀念活動 叫蔣萬安要下跪 你跪下來 你要下跪道歉 所以這就是恨 因為你根本根本你也很清楚 跟這個人無關 跟蔣萬安無關 那就選舉期間的時候 不是他講說他不姓蔣啦 他姓郭啦 什麼 那時候他就不是蔣家後代 現在突然變蔣家後代了 就算他是 我們現在假設是 曾祖父或是祖父之前 尤其是曾祖父 隔這麼久 他也沒出生 你現在要他下跪的意思是什麼呢 所以蔣萬安的孫子 蔣萬安的曾孫 以後還要繼續跪嗎 所以我是說 你要化解仇恨是要把這事情 所以我也很很支持很建議大家去看 所有的史料書 畫馬車之歌 然後冰情城市的電影 但是你不能還繼續留這個恨 然後要去操作 然後去說 叫蔣萬安下跪 我就完全不贊成 你要下跪幹嘛 他1978年才出生 這1947年的事情 我的感覺是這樣 那我會 我們自己看 就是我們柯主席常說他是家屬 說他每年228做一件事 一日北高 去騎車這樣子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他作秀 但是老實說他體力是真的不錯 那我覺得像剛剛幾位這個前輩講的 我覺得其實228這件事情 到今天我們用放假的方式 本來是希望我們的年輕的一輩 也可以理解過去這個歷史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最近這個悲情城市又再次上演 那我覺得也蠻鼓勵大家再去看一看 那在這個時候我覺得國家是可以多做一點事情 而不是像蔡總統 我真心覺得他那一篇臉書 讓人很難過 為什麼讓人家很難過 他如果真的真心在意這個所謂的這個 轉型正義的話 在促轉會的這個運作上面 就不會這麼的不順暢 要查資料 要檢查資料相關都非常非常的不順暢 我覺得連基本的助長會要去了解一些事情的真相都這麼的困難 所以我真的是奉勸蔡總統 剩下一年的時間 你不要都秀坐滿 就時間到就發發臉書 那該做的事情還很多 如果光這件事情 如果你要放下心中的恨 你就應該讓我們的年輕一輩 在放假的時候 國家可以多給他們一點機會去認識這段歷史 財心 其實我們看到我自己是郭文亮當事官的主任 其實每一年面對這些的歷史的節日 其實國民黨這幾年也不斷的反省 包括我們的年輕世代 其實這幾年在228也辦了許多的活動 重新去省思 用開放的心態去面對歷史 其實我們不會去逃避這件事 那今年其實很重要 朱立倫主席在發文的時候 他也特別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這一天不是只有放假而已 因為確實這幾年 我們感受到 雖然而且特別諷刺的是 其實在民進黨執政的氛圍下 反而大家越來越好像對於228 比較淡了 每年都在吵 那我看網路上 今天我還特別看了一下 很多網友的反應 真的就是228 到底為什麼要放假 現在課本還有叫228嗎 我身邊的人都不知道228 大家反的問題是去哪裡玩 其實在我們重視歷史的人眼裡 看到真的是覺得非常的悲哀 我很認同剛剛報告沈大老 跟各位前輩講 其實這一天蔡總統除了臉書發文之外 你可以做的事情其實有非常的多 你花了這麼大的力氣設置所謂促展會 黨產會這些黑單位 但是你用的東西是你都在追殺政敵 你都在操作政治的攻擊 你反而沒有去花精力把這些家屬心中的恨 把社會的一些分裂來撫平 你反而去助長這些社會的分裂 我覺得作為一個總統來說 這一點是非常的不稱職 所以在今天我想我們大家也要特別提醒 當權者蔡總統在228這一天 你們為當時的這些事情 你現在有權利 你做的真的夠多嗎 我覺得也要來接受社會的檢視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